南方水乡 我在湖上荡舟 迎面驶来一只渔船 船上吹烟鸟鸟 当船靠近时 我闻到饭菜的香味 听到饭菜的香味 听到了孩子的膝香 这是我恍然悟到 船就是渔民的家 以船为家 不是太动荡了吗 可是我亲眼看到 渔民们安之若肃 举止泰然 那船虽小 食住气聚 一应俱全 也确实像个家 于是我转念想 对于我们 家又何尝不是一只船 只是一只小小的船 却要在我们穿过多么漫长的岁月 岁月不会道理 前面永远是陌生的水域 但因为要乘在这只熟悉的船上 我们竟不感到陌生 四周 时而风平浪尽 时而波涛汹涌 但只要这只船是牢固的 一切都化为美丽的风景 人是命运莫测 但有了一个好家 有了命运与共的好伴侣 莫测的命运 仿佛也不复可怕 我心中闪过一句诗 家是一只船 在漂流中有了亲爱 望着湖面上 缓缓而行的点点翻影 我暗暗祈祷 愿每张风帆下 都有一个温馨的家